当地时间10月31日 著名英国男演员制片人 肖恩·康纳利去世 中年90岁 肖恩·康纳利 1930年8月25日出生于英国 苏格兰·爱丁堡 1962年 因为在第一部007电影 007之诺博史中扮演詹姆斯·邦德 而一举成名 她的影迷遍布世界各地 不分男女老少 获奥斯卡金像奖 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 电影奖 欧洲电影奖 美国电影学院授予的 终身成就奖等 世界级重要奖项 父亲是工厂工人 母亲是家庭清洁工 她出生于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贫民窟里惨痛 残酷的记忆磨砺了她的性格 并使她继承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 又继承了苏格兰人的硬汉性格 13岁时 她离开学校 打过的小工包括送牛奶 砌砖和给棺材上漆抛光 高中时 她辍学到伦敦 找了一份演员的工作 因为所受的正规教育并不多 她的知识都是在图书馆中自学而来 包括学习表演 50年代初 拳王争霸战使她崭露头角 1961年 英国影界计划拍摄有关情抱怨 007詹姆斯邦德的系列片 康纳利很快就被制片人确定为扮演者 于是一份长达七年的合同顺利签订 1962年 007第一部诺博士完工上映 票房取得了空前成功 康纳利也一举成名 受到好莱坞的几大重视 作为007的第一任扮演者 康纳利一共出演了6部007系列片 她已被定型为一幕硬横的动作明星 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风格 在于凯文·科斯特纳合作的影片《铁面无丝》中 她扮演老奸巨华的爱尔兰警探一角 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上世纪90年代 这位国际巨星已经进入60岁的高龄 但是对她来说反而是演艺事业的第二次辉煌 她偏约不断连续拍摄了八九部电影 包括《勇闯夺命道》 《猎杀红色十月》 《偷天陷阱》 《侠盗罗宾汉》 《剑胆风流》等等 1999年她被《人物》杂志评选为 20世纪最性感的男人 2003年她基本淡出影坛 2005年宣布退休 2006年和2010年 为动画片《兽衣比利爵士》系列配音 由于身体状况 她近年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有一年奥斯卡想举办 让历任007扮演者重聚 都因为她无法亮相而计划泡汤 2020年8月 肖恩康纳利才刚庆祝过自己的90岁生日 据报道她是在睡梦中去世的 网友们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悼念 送别以及感谢这位世界级演员 留给自己的美好回忆 几个年纪正在门前 小早期正在心声的 在岁南里面中 我们没有成为平均等